至于县议员周俊佑则是针对了议员建议款提出了13案 只执行一案一事 不只他被针对性 还有其他议员也是一样 让府会的关系是降到了冰点 议员们要求追加检的资料也不提供 让议员们无法做好监督的工作 希望府会能够好好的沟通 不要影响到县民的权益 建议周俊佑针对议员建议款向民政处长提出执询 他表示今年度他总共提出13项提案 快到12月了只执行一案 让他认为被针对性 因为每项提案都是村民们的需求 加上6500万的追加检议预算 和1亿4000万地方私生建议案的资料 都没有提供让议员们无法监督县府 很多议员 不只本席之外还有其他议员 都是为了调阅一些相关的资料 了解我们相关的县政府的一些 咨询政策以及咨询情况 来做这次的一个咨询内容 但是这次调阅任何的资料 县政府不是托 就是不给 很多的一些议案跟一些议题 都没办法去做发挥 因为对于县政府 不是就关于一些相关一些地方建设 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关权益 或者一些相关意见做推行 反而是针对他们一些不对的地方 或者是做不足的地方做一些咨询 希望他们快速去做一个更正 但是很多的资料没办法去凑集 我们没办法去做咨询 光是你看6500万一个追加 但是他1亿4000万的一些经费的一些概算 以及核定的一些案名 或者工程案名或者是我们的经费 都没办法提供给我们议员 我们想了解说 花联县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东西 成效如何 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成效的一个规划 跟了解 我觉得这对人民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说我希望花联县政府 能够把相关议员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预算经费或者是相关的工程项目啊 或者是一些对于我们社区 社会福利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措施 能够提供给我们议员 让我们议员能够在议会电场上 了解花联县政府为了人民做了什么 也让议员能够有监督的职责 了解县府对地方的一些相关建设 也让议员有监督以及呼吁推进 更为进步或者是督促 花联县政府做更好的地方 我们议员要做到监督的责任 所以花联县政府 你不把一些相关的一些预算的业务 交给我们议员 不让我们议员去了解 你们县政府做了什么 我们怎么去监督预算 你们只是要了预算 但是你们不去解释 你们这些预算是要做了些什么 没办法让人民老百姓知道 所以对于我们是花联县议员 我们是审查预算 然后监督单位 我们要为我们老百姓的荷包 勘紧 这才是我们要做到的地方 我呼吁县政府 拿出你们诚意 拿出你们想法 你们看法 拿出你们预算 让人民知道 你们为了地方做了什么 县议员就终于表示 在领事会上 院员们要求 县府提供资料或是说明 只是本则监督的角色 了解县府执行的每项政策 希望府会能够做好沟通 一起来为乡亲磨取福利 记得转移花费味道